骑着脚踏车的小林 载着两个妹妹在罗东市区穿梭 小林其实是一名国中生 要负责照顾妹妹也要帮阿公 出来捡食回收物 一些店家认识小林兄妹 都会将剩余的纸箱 让小林再走 父母亲离婚后 小林和妹妹乐天之命 从小就跟着阿公阿嬷生活 最近阿公生病 才由他担起照顾家计的责任 在剪什么 纸箱 剪纸箱 剪资源回收 剪资源回收 要做什么 拿去卖 为什么要剪资源回收拿去卖 因为 他们两个要下来 因为我 因为我阿公 他昨天受伤了 阿公受伤 我才会来这帮忙 拿东西 剪资也回收 对 你几年纪 国一 国一 好乖 三名小孩的行径 不时引起路人的眼光 但是小林和妹妹 还是完成使命 回到集满回收物品的家 这是连迈的76岁阿公 走出门来迎接 小林和妹妹将车上的回收纸箱 一一地搬进家里摆放 阿公说这一切都是因为 父母离异所造成的 现在我们要看一看 现在时代 年轻的爱生的就没有孩子 大多数 很多不是公国我 小小孩子摆放 我们是要死活业的事 这个弱势家庭是被政府列管的对象 每个孩子每个月 虽然有政府补助一千三百元的生活支出 不过家庭生计和其他开销 还是得靠从事回收工作才能补足 在社会资源不足 与不同形态的家庭问题情况下 小孩自己照顾自己的现象 值得社会关注 雪睡新闻 吴玉如 吴世伟 宜兰采访报道